想一下這一回合要怎麼解 這一回合如果丟這一隻下去的話 全部燒一點 對吧 全部燒 全部燒一點 他剩1 他剩2 他剩7 那這個還是撞不死他 那我要革了 不行 那我只能用炎烈士官加他把他撞掉 所以我只能先 這個加他把他撞掉 弓箭手把他射掉 對吧先一個一個來 他終於可以出門了 出門囉 然後弓箭手把他射掉 然後這個灌給他夾2夾2 吸毀烈焰風暴這個 我覺得做什麼事情應該都是要大肆隱區 你看我現在剩兩天法力 我連手手下都不想一下 他等一下燒完就會噴出一隻這個 就這樣了 欸這也不錯 噴個這個好了 去吧 恐怖的煉獄火 給對手一點壓力吧 他真的做煉獄風暴的話 我至好還有一點檯面 不過他會拿這個跟我撞 所以 或者是他可以選擇先撞這個之後再燒 如果他賭 我手裡的惡魔都是小的話 就看你敢不敢賭啦 任務就交給你了 力量就在你身上 地球超人 沒有地球超人了 要超人了 哇 這個納薩塔爾非常的關鍵啊 這裡勢必要把他換掉啦 因為 喔 因為我進場 不錯 那我幫我再協補一下 然後 史萊姆也下去吧 欸嘿 稍微活下來了 稍微啊 手牌五張打一張啊 到底怎麼救啊 你的抽牌都不敢按 壞了 好 惡魔火焰丟4 2 然後留自己5 2嗎 留自己3 4嗎 我剛剛在猶豫他到底會不會撞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製造我的手下有機會死掉 欸是嗎 加盾男爵太厲害了啊 這個要補他還是補我呢 我的人生生命現在就在一個炎爆術的範圍 炎爆術還有兩回合 火球術只要一回合 這裡補他也沒辦法躲過烈焰風暴 他會拿天生機把他點死 那至少我還花了一點他發力水晶的機會 還可以擋一下 這裡應該要拚啦 應該要直接打臉會比較好 恩 應該還是把他血補回來比較好 因為他第一次沒有燒可能就沒有 或者是他不想 也不知道是不想用還是沒有 也不知道是不想用還是沒有 這下尷尬了 生十滴血要死在火球身上 在競技場選還是不要異性用是選魚人啊 還是應該認真一下說實話 這場就直接fail然後出去回來 看能不能把落者蒙古借完 競技場其實要選魚 我講一下競技場選魚人的這個想法 如果你在競技場要打魚人 第一個重點就是你最好先拿到 魚人隊長 魚人隊長是魚人號最重要的東西 不是老瞎眼 老瞎眼 是魚人隊長 魚人隊長才可以做一些毀滅世界的事情 如果你沒有魚人隊長 你前面拿那些魚人都只是跑回而已 就像我拿了很多 我拿了幾隻啊?三隻嗎? 兩隻再三隻一點叫21的魚人 你到中後期就是拿到都沒有P用 零三很正常啊 拿這副牌 拿這副牌打一勝都是對面的錯我覺得 這什麼鑄騎手套牌 還一個後手欸 後手可以叫兩隻 太厲害了 越來越多的魚人 只要給我一打魚人就會贏了 一回 硬幣後手虛無行者 魚人劫獵者 二回 一惡魔火焰關他 馬上就變一隻打single 你好 你好啊 燈燈 再來燈 超厲害起手 燈燈 燈燈 燈 燈 然後二回下一個誤導 好 裝一裝檯面都不剩下了 DMA2有實況嗎? 有不在我的台 在哈菲亞TV5這一個台 就是我之前有發過的 我的另外 我們實況就是做主播的另外一個台的位置 只射一個天真劑 所以他手裡沒有好用的手下嗎 還是沒有 喔唷這個三點 欸 每次要做這件事情都要先檢查一下 先看一下 嗯 惡魔 再看一下 嗯 惡魔 你變大了 恭喜你啊 畢業了 你可以當 你現在 你現在是一隻 你有沒有 一開始是一隻E3 35就變成那個 惡魔守衛 然後再加上去57 就變末日守衛 再加上去 79 就變成 來我身邊 古爾單手 藍頭 嘿嘿 小可愛 阿尼 阿尼 全不要理你 也可以兩隻把他解掉 如果你怕放狗的話 放狗他也要拿兩隻 拿一隻去打這個 實在是太難過了 而且也還沒有辦法突救放狗 每一張就是一張手 少一張手牌 可以 等我一下 你不懂 欸 術士職業怪都是惡魔 這句話就錯了 我跟你講 你去看召喚門 阿有個軟泥怪 先扣血抽一下 看有什麼好東西 吃一個低級發明一下 那這邊 需要2比1解 這個解這個 我覺得他只是要補怪 他後面沒有其他招式 我覺得可以 甚至我覺得武器都可以先下 這裡只害怕有爆炸陷阱 如果他撞完之後 我再用這個撞他就好 那我還是先下一個這個 欸 等一下五回 那門 門不是惡魔 雖然門有長角 可是門不是惡魔 因為以前有人犯過一樣的錯 不是我喔 不是我喔 你不要這樣看 唉唷 這個回收 這個回收打得不錯 這個打得不錯 救自己的黑鐵 啊武器出來了 武器出來了 這一陣瞬間被笑 被笑 再笑啊 你剩11滴血 嘿嘿 壓倒性力量 沒有擺 喔 按鈴依者欸 這個 再笑啊 那我等下就輸了 好吧 擅長什麼職業喔 欸 牧師 跟以前的獵人 啊 一人一隻十日軍啊 等一下就烤焦了我跟你說啊 你最好不要給我解這隻弓箭手 你最好用兩隻跟我解這個 怎麼可能啊 寫成這樣最好敢 那還沒有辦法解 欸那你輸 喔選擇打臉 難道手裡有放狗嗎 手裡有沒有放狗呢 這個三點 應該是沒有限 竟然有第二把銀角弓 那看他軟尼流流也是白流啊 123456 喔 你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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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光光 幸好三回合有多下一隻弓箭手 幸好三回合有多下一隻弓箭手 幸好三回合有多下一隻弓 給他打 一瞬間變得有點認真 一瞬間變得有點認真 是不是太認真了 我們是不是把這遊戲玩得太認真了呢 然後我看到你這個有心童眼追尋了 卡塔 卡塔840319 319槍擊暗生當天嗎 呃...對 我剛剛回答了 牧師 我牧師應該是等級最高的 其實不是牧師擅長 是因為我最喜歡玩牧師 對 就這樣 沒有特別擅長 真要說其實也沒有特別擅長的職業 我們現在要浪二追十二了 有沒有可能呢 就看大家表現吧 這個人光先知前期拿到直接丟了 不要管了 拿著沒有屁用 沒有小魚人 因為對法師實在是很辛苦 因為你丟小魚人就是 就是他天氣給你換 哎呀 我的鬼靈騎士來了 非常非常好 大大投降吧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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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12345 那你為什麼要重新追隨 欸 欸 馬上打一個巨人數 我直接抓到了 這樣他二回下一個什麼呢 略保囤積者 我就可以直接把他射掉 太好了 來吧 來 好 來吧 那你跟麥田對撞吧 哎呦 這個好像比較厲害一點 不過麥田也可以拆掉他 所以兩個結果是一樣的 你撞我我撞你啊 你撞我我撞你啊 那你一定撞我啊 嗯 嗯怎麼會先丟 欸 這有點 哈哈 你看看UCCU啊 我一定把你這撞掉啊 然後你用牽著一點 然後你等下剩兩點水晶 我看你怎麼應付這個 嘿嘿 這遊戲真簡單 今天打了買完 NAXX的第一戰競技場 然後就E3了哭哭 沒有關係我現在跟你平水準了 呵呵 我也跟你 我現在也是E3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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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兩點水晶丟完 你剛剛那個為什麼不先撞 然後米亞飛彈呢 你就可能清場 對不對 然後少4點傷害 我想他捨不得啦捨不得 點啊 這個點好啊 有沒有 這個天生技也多好 省一張牌欸 我們要跟對手吹噓 教導對手如何使用天生技 是這樣 喔 他做了一樣的事情 非常好 那剩兩點法力水晶 真要截到這個就把行李箭拿出來 好 沒有沒有截 非常好 那我就可以把他撞掉 然後下出我的鬼靈騎士 這個 這個什麼時候下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因為現在 我剛剛如果 如果是剛剛下就是五回 那五回的話 再兩回合後他長到剛好四 然後會被燒掉 那就沒有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用檯面給他 給對手一點加壓 加壓幫浦 高壓幫浦 有沒有 這個 喔 欸剛剛明明 欸沒有他是抽到了 最後明明 所以已經抽到了 唉唷這個 這個秘密 這個秘密是什麼呢 這個秘密最有可能內容應該是鏡像體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鏡像體吧 你這裡 欸嘿 送你一隻 小乖乖 你會用天氣把我點死 那你有可能把他換掉嗎 不太可能 這裡我可以先把自己的血量回起 然後再抽一張 那到底回個5 回個1是什麼 不好意思 不要浪費傷害 喔應該把他放中間 唉呀 這裡又犯了一個老錯誤了 假設你在放這種手下的時候 你最好把不能被指定的放在全部的最中間 我相信他不會這麼早丟A1技 就是假設我現在攻 剛剛空的有沒有 我下一個 阿馬克薩瑪斯換贏 他一定不會丟這麼早丟A1技 因為他等到他長到4之前丟都可以 他不像比方說他現在2-2 你奉獻就只能打2點 你 神的心意也只能打2點 那地獄鏈好一點可以打3點 那你有一個 喔我用戰紅冰 完了